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在治病吗 不过前来看病的病人却很多 病人中有老人也有孩子 他们都是专程赶来的 原来前来这里的病人都是接受爱酒治疗的 爱酒疗法是用爱叶做成大小不同的爱柱或爱条 再把它放在病人的穴位或疼痛部位 然后进行烧灼熏酒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么这小小爱酒怎么就能够治病呢 我们都说中医非常的神奇 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在中医学家的手当中就变成了一个魔棒一般 比如说刚才那小爱酒条 我们都不太明白 可能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对于年轻人 他连这个是什么东西恐怕都不知道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爱酒的历史和作用 对 其实骑屋也是有悠久的历史 回到50万年以前 北京人员开始用火的时候来烤食物或者骑软的时候 烧伤了皮肤 烧伤了皮肤的意外发现身体上的某些毛病 比如说胃痛头痛或者胃肠道不熟 减轻甚至好了 意外烫伤 对 意外烫伤 然后主动就用火来进行治疗某种疾病了 要保持火种不要给它食灭的时候 用很多原料 比如说用木头 柿枝 柿叶 还有艾叶 然后用艾叶去烧的时候 再来去揪的时候 发现它的效果不好 很好 然后我们中医的颜流就在那里 就用艾来揪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治疗疾病跟防止疾病了 你看刚才小片当中 甭管男女老少都提到 可以治疗他们基础性的一些疾病 那我不知道这些疾病到底 是不是用这艾酒给它揪好的呢 治疗是非常有效 因为咱们针灸嘛 咱们一般都是到医院 我到针灸科 也真的咱们扎针 灸就指着咱们这艾灸 你看现在这里头呢 就是说像这个就咱们说的艾条 就可以直接用 撕开了以后就可以用 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艾绒 艾绒实际上这个就是你拿手的 你捏就捏成一个锥体 你放在你需要酒的那个穴位上就可以 这是放在穴位上来加热酒的 对啊 来加热酒 那放在穴位上 比如说它都会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能够对哪些疾病的防止是有作用的呢 有那个艾灸呢 也是艾的作用 跟灸的作用 灸是火嘛 所以温通经络 也是调和气血了 对所有比如说 也是刚刚提到的关节痛啊 是寒性的疾病 效果特别好 那咱们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明白 再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 刚才那镜头也没给到 就是一个小小的艾细啊 就是用艾叶做成的 就是艾绒 艾绒 然后呢给它这个 拿手这么一捏 就这三个指头 五指十度 一捏就是成了一小 因为它这个 就成了一小艾绒了 非常简单 这个艾绒呢 外面都有卖的 然后一般呢 我们要是说 给它这个 这叫艾绒酒了 这叫艾调酒了 一般像这种呢 我们是 过去咱们都用了一个香 把这香给那个 拿这个 给点 点着了 点着了以后呢 把这香点着 这样就着了 着了以后呢 把这个呢 就 就烧这个艾 这样你看 它就着了 看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着 对 非常容易点燃 然后呢 就是这样 你放在 就是说 根据它不同的情况 比方说 它是腰疼 像现在 股间盘的病变呀 什么腰肌老鼠的病变 很多 腰疼呢 你就可以 因为咱们后背 有很多穴位 你可以根据情况 然后选择 相应的穴位 就在它那上面 就去艾酒 就可以有一个温的作用 还有一个 出风 散寒 通经 活络 止痛 这么一个作用 就像 非常非常地好 那比如说像老人和小孩 包括女士 用这个东西 会有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是小孩 比如说真的是肠胃不好 或者消化不好 这些理性的是复合病 痛症 用这个灸 灸的办法 刚刚陈老师已经讲到了 有个直接的灸 还有一个间接的灸 比如说这个艾酒 点燃呢 有时候直接可以点的 放在某个穴位 比如说 放在河谷 也可以呢 切一个叫格物灸 用的姜片 或者是蒜 放在哪里 放在穴位里面 这样呢 可以加强 温通的作用 你看现在这个艾酒的味 就已经出来了 非常的浓烈 对 那说刚才您提到 不光是可以直接 就是来酒学味 用比如说可以 打火鸡 这个是可以用火鸡 直接来酒 这个可以的 比如说不光是可以直接来酒 对 甚至是可以 刚才您提到什么 放酥碗跟姜 对 它这样嘛 就是说 一定要放姜 姜就是咱们普通 咱们吃的这个生姜 这样的鲜姜 像这种情况 比方说 有些人呢 就是稍微吃点凉的东西 或者水果啊等等 他就觉得胃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比方说 穴位上 穴位有很多 咱们就说 大家最熟悉的一个 就是肚脐 肚脐吧 这就是一个神雀穴 然后你就把这个姜呢 切成这种片 放在肚脐上 然后呢 你就可以呢 一个把艾柱 也去搁在上面 这么烧 或者你拿着艾条 这样也可以 这样呢 通过这个 为什么生姜 它本身是辛辣的东西 它有一个温的作用 所以对那些脾胃虚寒的 能够达到一个温脾呀 温味呀 这样呢 达到这么一个作用 那个蒜呢 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 老百姓都知道 蒜呢 最聪俗的就是 它有杀菌的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比方说出差 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卫生团队不特别好 大家都说 吃饭前 咱们吃几瓶蒜 那是杀菌的 所以像这种 像比方说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胃肠不舒服 腹泻呀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灸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蒜上 放上这个艾柱 然后再酒 这样呢 又能够温通肠胃 又能够起到一个 杀菌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两个蒜是非常好的 您看您说 这格物灸是 比如说咱们就拿 某一个穴位来说 就是肚脐这种穴位 是得先放姜啊 还是说先放那艾酒啊 怎么做 先放这个东西 比方说先把蒜 或者是姜 放在你的穴位上 然后呢 再把我刚才做的 这个艾柱 放在这上面 因为这上面是平的嘛 放在上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小蒜酒人平躺一下 让他休息一会儿 给大家可以演示一下 对 把这个 先放上姜 在穴位上 或者你坐在 放在穴位上 然后再把那个 小艾柔面 重新小柱点燃 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一点 就可以了 还有包括就是这个 用条的这个东西 这是要一直有人拿着 然后对着穴位去虚拟 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像有很多的病人 他比方关节疼痛 对 比方膝关节疼痛 或者疼痛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他在 如果在 像你像在我们这个门诊治疗吧 因为这一个屋子 有很多病人 有的病人门着这个啊 他觉得不舒服啊 所以说呢 现在一般他就可以回家 自己去揪 自己揪呢 就可以拿着 比方膝关节 哪个地方疼了 你可以这么上下来 会动 要离多远动呢 就是说 只要他感觉到 有温热的感觉 又不至于探不伤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高度不是统一的 有些人经常用这个 他很耐热 所以他远了 他觉得没像 但有些人从来没有用过呢 你要放得太近呢 他觉得很烫 所以自己能够感觉有温热 又能耐热